共军这次军演包含了金马地区都被影响 因此有一些金门和宜兰等地的渔民 也担心出海被波及 都说是会提高警觉 国防部的副部长博洪辉也点明了 中共是麻烦制造者 而近年来 共军已经是三度环台军演 有学者就分析 这次共军特别加入了外岛封控作战 近岸岛屿突击作战 企图要演练武力犯台作战的各阶段 所以台湾也必须要留意中方的动向 共军突袭室宣布环台军演 范围包含离岛金马 包括金门和宜兰等渔民出海作业 也都提高警觉 央视公布军演画面 共军军舰战机海空演习 在陆军和火箭军支援掩护 多机型编组满挂实弹 飞到预定空域建立多个打击阵位 威吓台湾 火国防部不只直接回呛 也挑明共军意图 他就是要达到他所谓的地区上 认为他们有主控权 那这是非常不明智的行为 我们绝对不是一个麻烦制造者 但是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今天的麻烦制造者就是中共 中方已经不是第一次用环台军演对台施压 2022年8月 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来台 2023年4月总统蔡英文访美 建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还有这一次总统赖清德520 就职后三天共军都进行环台军演 学者分析有别于前两次 这一次共军可能以武力犯台作战 各阶段当成场景的演练 包含外岛封控作战 禁岸岛屿突击作战 国防部表示目前尚未发现共军在台海附近海空演习有发射石弹 而且中国海警船在军演前就已在相关海域进行例行性活动 国军都有掌握 目前外岛防区战备维持常态运作 记者综合报导